天狐衰全粘了是什么原因? 这个草长得太快了 然后今天就给我真的是抱头一击啊 这个天狐衰没有了 我这个草坪怎么办? 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水草 这个牛顿你看 明显有长势啊 你看一下 认真看一下这里面的根都长出来了啊 是吧 每一颗都长根了 还有这个紫红玫瑰 都长得很好呀 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天狐衰今天昨天还好好的 就是今天一天它就不行了 其实这个天狐衰其实还挺好种的啊 基本上你放进去有水就能活 为什么 在这里它活不下去啊 而且啊 没放虾之前啊 它都活得好好的 一放虾它就不行了 哎呀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原因了 这个天狐衰啊 其实是这个水路两生的啊 在 陆地上像种花那样种它也能伤得很好 而且根会很粗壮 叶片也会 比较硬一点啊 但是如果你在水下种的话 它的根呢 就比较细 它的茎啊也会比较细啊 它的叶片呢 就会偏嫩一点啊 但是为什么我的这个不行呢 我再好好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就这样吧 我再看它再种两天吧 因为我看你看这里面还是有一片新的绿色的叶片发出来了 但是具体啊 但是具体啊 它全部是怎么黄的 我也不知道里面那一根 你看一下 也有一点小绿叶片是吧 新长出来的 是不是这个是老叶啊 然后它不适应放虾之后它不适应就老掉了 然后根呢还在发育啊 这个有可能啊 有这种可能啊 因为这个天空虽是确实很好种的啊 真的很好种 而且你可能在各种河里面啊 或者什么地方都能看得到它的身影啊 细细啊 这个都很好种的 但是为什么种不活呢 在这个缸里面 其他水藻都发育很好啊 好吧我们再等两天吧 再看一下吧 我这个缸实实给大家记录着呢 好不好 好吧 好了本期视频啊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 我是养元小艾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